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 从建国到灭亡反189年 若从党项人领袖托巴斯公占据右州 建立下州政权根基算起 这股势力在历史上的活跃时间 则超过了350年 期间下州政权与晚唐、武代、辽、两宋、金 等朝代势力连番周旋 西夏与他们相比 虽撤不上大国 但77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仍远大于今天的德法等国 也绝既撤不上小国 而且凭借着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 独立的文化分俗 德天多和的地理优势 扑具任性的生存理念 让他在与辽朝、北宋、金朝之间的斗争博弈中 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直到陈吉思汉崛起之后 以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力 仍然付出相当的代价 才通过连番血战攻灭了西夏 为了防止宋侠战争历史上 西夏巴尔反复地前况再现 陈吉思汉选择将反抗的党项人全部杀死 但这次屠杀仍然导致党向这个民族衰微 逐渐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西北之地分离中原数百年 到头来却是通过这样的血腥方式 重新与中原王朝连接 为何这个民族会有这般的韧性 他曾经又留下过怎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不要从西夏的创立者 夏太宗李德明和夏景宗李元浩开始说起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语 欢迎收看千秋一面 下周政权在李元浩之父李德明的时代 一直推行与宋良交好的外交风筝 但国际贸易这种事难免会有利益纠纷 当时西夏卖了一些战马给宋朝 父子的官员没处理好这事 只赚到了非常稀少的利润 李德明一怒之下 被要杀了这个官员 身边人拉也拉不住 当时只有十余岁的李元浩却挺身而出 阻止了自己的父亲 他说道 以战马这样的重要资源和邻国做生意 已经是我们的失策 如今又要为这样的破事杀我们自己人 以后还有谁愿意为我们所用 李元浩小小年纪 他的格局和霸气不但却指了李德明 也让宋军名将曹伟侧目 曹伟特地派人去画了李元浩的画像过来 一看果然仪表堂堂 鹦鹉不凡 心中也不尽担忧 这样的人物将来难免会成为西北变幻 曹伟果然意语成衬 在其病逝后不久 夏州政权内部便起了东京入侵宋朝之心 李元浩曾数度劝说李德明反抗宋朝 李德明却说 我常年对外勇兵早就力不从心 我们一族享受荣华富贵三十多年 都是宋朝的恩典 不可以辜负 李元浩却不以为然地回答 穿皮草做的衣服 以放牧为生 这本来就是我们凡人的生活方式 星雄的人生 当图王霸大业 怎可以为荣华富贵 而止足不前 这时的李元浩和他的爷爷李季千 年轻时一样 雄心万丈 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当他临终时 也会留下与其爷爷相同的遗言 告诫后代和宋朝搞好关系 切记瞎折腾 其实 曾经的李德明也曾想着逐入天下 对李季千的分 即使尚书千万次 也一定要臣服宋朝的想表 不以为然 然而马上就被现实狠狠地打中了脸 李季千死后 大量的部族选择归附宋朝 这几乎动摇了李德明的根基 从贤平四年到景德元年的三年时间里 李季千虽然凭借战连灵州城 并未震慎 但真宗却采用张其贤的建言布局 不但拉拢了六股部的潘罗芝 还招负了西北地方大量的部族 这些部族当年 因为宋太宗的外力压迫 而选择投靠文化上更亲近的李季千 如今又因为李季千的穷兵独武 和真宗的招服政策 选择归附宋朝 有时候软刀子比硬刀子锋利得多 短短三年内 光是如今留存的当时西北藩人 举足归附宋朝的记载 就多达24条 在这般决境之下 李德明终于决定上表宋朝 请求归降 当然大家都不是老实人 小李也同时暗中布局 暗杀叛罗芝 而李德明的运气确实不错 潘罗芝这般的强势领袖 竟真能在半年内成功暗杀 看与下周政权劈底的六股布联盟 从此衰弱 而只是过了几个月功夫 宋真宗在河首的战略布局 又出现变数 宋良间的景德大战持续一年 辽国已然主帅阵亡 战斗检员近十万人 宋军行事一片大好 但河东军主帅王超 遗期抗命 导致宋真宗与扣准的计划 前功尽弃 只能和辽朝签订 妥协的禅渊之门 详情欢迎收看我们之前做的 真宗朝第七和第八集 要知道真宗曾一度准备收复灵州 结果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西北与河首的布局 全部只因运气问题而发生变故 再加上景德元年年初的大地震 让本就缺乏自信的真宗 愈发怀起了自己的天命 曾有学者猜度 禅渊之门内中 可能藏着关于设计下周政权的条款 毕竟辽朝正是下周政权背后的爸爸 两边大佬稀释宁人 小弟也总要照顾一下 从而让真宗 一改再为前期的进去政策 真宗接受了李德明的倾向 但同样提出几点要求 第一 李德明当然需要绝对的臣服 李靖宋朝 并进现共评 表示诚意 第二 归还灵州 第三 派出质子 然而李德明除了第一条 接受的很时辰外 后面两条全部不知可否 当然宋朝也料到了李德明的回答 马上继续第二轮布局 先继续拉拢已经分裂的吐蕃势力 再联合甘州回湖制约李德明 然后继续近期封锁 虽然宋朝只做了有限的让步 但足以让李德明有了喘息的余地 丁南军内部的部族 不再归附宋朝 李德明在稳定的内部后 又三番四次向宋朝示好 平凡前史向宋朝敬献共品 所谓君子不可弃以其方 真宗又是个天性自卑的皇帝 所以吃不消这种舔狗公事 这一飘也就对西夏态度放松 部分解除了经济制裁 而在西晋这边 甘州回湖可汗叶如河 虽然多次击败李德明 并且与宋朝贸易往来 形成资源互补 然而其身处四战之地 又不与宋朝接扰 终于还是引来了 辽朝西夏与皈翼军的联合围攻 辽胜宗先后对甘州回湖 进行了五次征法 终于使其力量削弱 偏偏吐蕃势力 在潘罗之死后愈发不稳定 李立尊很温步起 两个对立教派的大佬 同时拥立赞卜后裔 古斯罗建立宗戈联盟 击鼓势力内斗平平 李立尊因为得不到宋朝的支持 竟然出兵截略宋朝边境 最后虽然在三都谷 被名将曹伟打得大败 但也导致北宋连波制下战略的反复 古人是没有上帝视角的 这样的情况 让宋朝的连波制下政策 就逐渐演变成了连下直播 大中相复元年 随盈下三周干旱 发生大规模饥荒 宋朝竟然短暂开放了 边境的粮食贸易 帮助李德明赠灾 双方的友好交流 无疑有利于李德明的政权巩固 新陵地区将近三十年 有根无占 从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从后人的角度来说 宋朝的这些决断 不免显得天真 然而李德明却真实体会到了 来自中原文化的人意 后来刘太后 也继承了珍宗的外交政策 所以不管李元昊劝了李德明 多少次出兵轻送 都为李德明拒绝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 李元昊后来 还是给宋朝边境 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不得不说 真宗却是给仁宗留了一个坑 天生六年 李元昊率兵攻陷甘州 甘州回湖可汗出逃 李元昊凭借战功 做完了李德明继承人的位子 甘州回湖衰落后 大量的回湖人 讨治古斯罗和皈翼军处 导致皈翼军中 沙州回湖的势力增强 从而架空了曹氏归一军的权力 曹氏归一军末代截度使曹贤顺 为沙州回湖政变杀害 其帝瓜州刺史曹贤慧 指得率领所部人马 投靠李德明 归一军政权 也由事被沙州回湖所替代 又过了两年 李德明接着派遣李元昊 攻陷梁州 了结多年夙月 李德明看着自己儿子 鹦鹉的背影 心中欢喜 他请求辽朝和亲 得到辽新宗 将宗室女新平公主下嫁于李元昊 进一步铺平了儿子的道路 然后安然病逝 终年51岁 李元昊继承了父亲的基业 终于可以一展宏图 他先是嫌弃宋朝的明道年昊 冒犯了李德明的明慧 单方面的将其改为显德 再是逼迫境内翻明全部突发 三日过后不遵从者皆可杀之 然后李元昊又放弃 唐朝赐语的李姓 和宋朝赐语的赵姓 改姓为明 明无祖 当然我们为了行文方便 还是叫他李元昊 李元昊确实是个很有想法和格局的人 他本身文武双全 才华很易 故而自逝 有天命在手 足够开辟乾坤 他任用党向学者 野力仁容 仿造汉字 创造了西夏文字 尊为国书 他又重用养手素 等汉人大臣 仿造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 建立了完整的封建统治机构 中书 书密 御史台 三思 无一不足 下周李氏三代统治者 长期重用汉人官员行政管理地方 如今完善官制 可以说进一步巩固推进了 党向社会内部的分建关系 北宋明道二年 李元昊又将新州 升格为新庆府 扩建功臣 出备一国之多的气象 李元昊的这一切作为 都是为了提升 制下百姓的民族和文化独立性 以期未来与宋朝乃至辽朝的全面对抗 然而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却激起了政权内部的不满 吸引李德明的清宋政策 让不少党项贵族与北宋交好 李元昊的舅舅魏幕山喜便是各种代表 他们与李元昊之间的矛盾 日益尖锐 终于展开密谋 决意暗杀李元昊 不料计划遭人告发 李元昊果断派人将魏幕氏全组逮捕 进阶趁黄河中处决 李元昊的母亲魏幕氏 遭到李元昊这个亲子毒杀 他的妻子也出生魏幕氏 当时因怀孕而免于一死 被幽禁宫中 但不久后因元昊宠妃 叶利氏进禅言 元昊怒儿将魏幕氏母子一并处死 元昊果然雄才大略 但他的冷血刻薄 同样令人发指 而这种违背伦伦的宫廷纷乱 将会伴随他的一生 直至将元昊本人也吞噬淹没 近122年 与党项政权并凶于西境的 和黄吐蕃发生变故 在向温布奇发动政变 将古斯罗囚禁 意图取而代之 不料古斯罗利用赞卜后裔的权威 逃脱险境 然后迅速集结军队反攻 将温布奇毒杀 平定了叛乱 与亲近党项的李立尊和温布奇不同 古斯罗自从败于曹尾之首后 便一直主张联合北宋 如今终于大权在握 自然成为了党项最大的敌人 元昊先派遣大将苏努尔 率25000军队 攻打荷黄吐蕃境内的猫牛城 苏努尔竟然兵败被俘 李元昊亲自率军来攻 以炸河片开城门 大肆屠城 古斯罗见元昊兵威震慎 便遁兵后方 先引元昊深入 再派军队阻断元昊归陆 双方在宗戈河一带 熬战200余日 李元昊终因粮草不济而惨败 这一战奠定了吐蕃 与党项之间的势力分布 这是次年 古斯罗家族便发生分裂 无力再与元昊真雄 李元昊也趁此机会 得以再次向西扩张 意志占领 速挖沙三州 将衰落的甘州回湖 和刚刚兴起的沙州回湖攻灭 至此 在元昊的手中 治下版图扩大一倍 从而占据了 河西走廊最重要的地域 凭借此国立基础 元昊对全国进行军事总动员 他设立名曰 铁钥子的精锐骑兵 配备两马金甲 人数三千 总为十对 又让五千贵族子弟 组成卫戍军 拱卫尽忠 名曰 御院内六班旨 由元昊亲自统领 在对外战争中 秦获的俘虏 则组成秦升军 冲作战争炮灰 总人数达到十万 而国中各部落 年十五以上 六十以下 梅尔丁 则取一人为镇军 吉马 骆驼各一 秦 长生马驼 梅尔镇军 和用绥筋杂役一人 再加上负责炮兵的波弃军 等诸多兵种类目 国中总兵力 近达到五十余万 虽然这个数字中 至少有一半以上 都是凑数的质量 但拥有战斗力的军力 仍然不下十余万 凭借当时西北地区 大规模胡话的客观优势 李渊昊治下边境 又环绕汉海 已然拥有了 称雄一方的实力 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 李渊昊赶到时机成熟 与北宋保元元年 辽众习七年 立朝称帝 国号下 改元 天寿礼法延作 西夏王朝 自此建立 宋夏天的战事 也由此开启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